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現在就... 一早起床了 其實昨晚都... 不是睡得好 不過... 我想都要更新一下 今天我想在11點上庭之前 就出了這個訊息 那個message就是 越難走的路我們都要繼續走下去 那麼... 很多人都... 在這裡說,現在大震懾 很多人打算離開香港 因為看到,哇... 拉了這麼多人 國安法 那個震懾很重要 兩會在這裡開緊 那麼... 歷史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就是... 就是... 無論你是... 越南... 那時候... 70年代中... 頭奔路海 或者你去到... 那個... Charmarish 柬埔寨 那個赤簡 那個大屠殺 或者是... 老遠一點的 62年前的西藏那個情形 就是... 這個政權 其實現在我講回香港的問題就是 正如彭定康所講 就是出賣或者將香港變為 不是我們認識的香港 只是一班舊師叫做香港的技術官員 但是現在不是 變成一個文化大革命的玩法 這件事情當然大家會覺得很disturbing 我那班建制那班本身熟知家 現在是怕得很厲害 因為他們 說真的他們父母 或者再大年紀少少那些 他們是經歷過舊史 即49年之後大家知道 上海淪陷的那個這樣的情形 經歷過的 就是再有錢一點 我不是說八九位數字那些 去到九位再推高更加substantial 那些人 那不是 不知道他們都是明白那個處境 那現在 其實我覺得 如果有聽我最近在 Action Channel 即是英文那個台的中文節目 我那個英文節目 不可以太多全部英文 我發覺 原來那個100%是英文的東西都可以 那不要緊 我慢慢來 在Action Channel 那裏 你聽到我跟特首選委有簡號名 談 就是說 即現在的香港 為什麼這麼不像香港 其實他就說是林鄭 但是 林鄭再想的 當然在說的是北京 即每一代的領導人會有不同的 就是 想法究竟是怎樣去演繹 即整件 整件事 那 我就覺得 現在去到這個項目 是 很慘的 有很多人都很徬徨 不知道是怎樣 特別 但是要停交手 其實我現在在走一條 45 度的斜路 那你見到我 鞋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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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 基本法 起訴委員裡面 那個 大學那邊的成員 OK 到現在 你見到的東西就是 政權講的東西 是不同了 是變了 那是不是可以用回 Martin 李鑽鞋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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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大學,有一個講座吳爾開啟的時候,來講話,分享我們在加拿大那邊做一個coordinator的學生或者畢業生 到現在,你說啟蒙呢,有幾樣事件,第一當然是89、64 64對於我來說,為什麼這麼重要,就是我不明白大陸的東西 直到我認識大陸,就是我去北美洲讀書,在80年代中期的內地的學生 它是十分之清貧啊,黑鹹啊那些,這樣認識 到現在我認識的黨員好,或者是這些,就是和裡面有密切背景 那他又,說的是去到八九位數字的實業家 就是他們看到,中國共產黨,他做到那個damage 是很大 文革其中一樣,到現在,其實你看到抓了這麼多人 是一個和美國的談判來的,很驚訝,你會看到,為什麼 為什麼,John Clancy 那位人權律師,為什麼沒有抓到呢 就是最後沒有起訴,那你出一步,我又出另一步了 就是,他們都是好像打牌的一個戰略來的 大家在這裡做的一場戲,香港技術官員就是聽北京說的 當然,國安處下面有跨部門,跨部門說的都是 財監,immigration,差館,很多很多不同的部門 根本來說,in the name of national security,就是透明度當然沒有 那你要在一個這樣的地方,你繼續生活的 那我認識的建制那些,就繼續去說說很愛國 跟著就走了,就是走了,其實是三十年前都已經 plan 了這件事 特別是一些,我想現在六十至八十多歲的朋友 那些我不敢說是心交了,老實說 有幾樣東西,我是覺得你做了,你就會很晚劫不復 你會很不空,人大政協這些,人大政協你就要政治協商 所以就算我有些,就是在裡面做生意的朋友 他是 avoid 這些這樣的事情 那他就做了一個生意人,那他要保守裡面的問題 你去設定一個公司,你搏一條水喉,搏一條電 很多東西都是要關係,就是從一個省啊,園啊,的level的東西都是 你看病啊,ok?各方面的東西,紅風包啊,這些東西他們不喜歡 去到香港,你看到拉姓余那位,醫護界那位,女子,叫Winia 如果我沒有記錯,我不認識她,但是醫護界的朋友 我相信我是第二個category,除了金融之外,我認識最多 因為自己父母都是醫生,家庭醫生,當然現在已經沒有practice 父親也都很早年,已經離開了 那,是send a message,是send a message 給醫護界 我會動你們,就是你不聽話 那,他們的做法就是,共產黨那一套 就是會動醫護界,就是你不要覺得你是 最難讀的科,我不敢動你 其實是,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鄭雁雄 都是以前是讀醫的,我不知道她有沒有不對業 就是國安公署的座管,你看到現在,國安公署裏面的人 就是駱惠寧啊,鄭雁雄啊,這些是青海,或者溫州教會拆十字架那些 就是,你確認一個record,就是他們是famous for that 只可以說,OK 那,怎樣去定調那些人 當然你是有個chilling effect 在那裡,正常人都知道 那,看看世界怎樣看,這件事 如果你說攬炒是最後,好像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樣,納粹德軍將數百萬的猶太人要行刑那樣 那,這個就已經是,當然這個是ethnic genocide 但是香港已經是go through 一個文化上的一個毀滅 一個cultural genocide 那,何為定義cultural genocide 你可以在字典那裡找到 那,我告訴你,將一個地方的文化,一個地方的核心價值 完全是,將它改變了 那個族群是沒有了生存空間的了 這個就是一個cultural genocide 那,你說,基本法還呼籲到些什麼呢? 那些外國人在那裡,你可能說 那不用怕,其實,告訴你,這個是一個 很大的window dressing 的東西 就是,你的靈魂,那個驅學,不在那裡 就是,你說,找一個外國人來 head住任何監管機構的頂那裡 那,我就說,他們也是打成功 那,之後,COVID也好,經濟也好 不容許,就是他不做事 可能他幾個子女,是不是 這樣一個打工王帝 我們香港人不同,我們香港人是 要麼就是在香港出生 要麼就是在內地來了香港 接受了香港價值的那些香港人 包括Jimmy Lai 現在是,中共覺得他是 頭號搞事,No.1的人 他們這些人,老實說 In all honesty,我覺得 黎智英,戴躍騰教授和黃之鋒 他代表了,老中青,三代人 不同,渴求民主的訴求的人 還有,中國人 他們說,他也有很多事情 他們應該說 他們也有很多事情 他們應該說 他們可以去 2022年去 選特首的那個 戴耀庭 可以做一個律政司的司長 黃之鋒可以做一個 youth 的 deputy 我又不覺得他是真的去帶領 就是他那個年紀是要有一個 work experience 但是這些人是北京看不到的 因為我們做金融我們很清楚 或者有些朋友做 investment bank知道 就是那個 360 dialogue 就是我們是看世界 這個世界就是為什麼要有那個 斟茶遞水的 analyst 去做影響的那個都可以去 question 回 高盛 以前比如說 Lloyd Blankfein 是一個很出席的 CEO 就是把 Goldman Sachs 搞得很好 為什麼是 360 dialogue 為什麼現在要是北京定調了一些東西 就 exactly 沒有了鄧小平的智慧 鄧小平說的就是說你罵共產黨也可以 因為罵不到 是要不同的人去 represent 香港 當然了 就是這件事情就是說 全世界看到這個地方 做投資 居住安居樂業就是 為什麼呢 因為任何聲音都有 就是這樣才是安全 如果不然就變成好像現在 緬甸這樣的情形 緬甸發生著什麼大家可以看到 緬甸是一個政變 將舊史的資證 黃山曹基 在軟感當中 這個大家要 繼續在這裡居住的香港人 用無限的勇氣 現在要講勇氣 你怎麼會住在這裡 那離開了的 留意我們的頻道 留意我講的事情 我 預了香港在頭這半年 2021 那個所謂政治的清算是未完 很多事情還可以發生 就是他不會用文革那個大頂尖帽 然後 把一個人放在一個斷頭台 由街市中 因為現在不是六六到七六 但是那個 基本的意識形態是沒有改變的 那麼 宗教 另一件事情 我都想講一下 其實想講很久 因為有 現在都四人限聚 領都回來 但是 我覺得 教會是應該開回來的 宗教自由 就是 共產黨是不信的 不信你有 無神論 你會見到 現在為什麼 教會還未開回來呢 就是這個 其實 我覺得 就是一個很大的 question mark 你學都正在回來了 是不是 現在 為什麼不可以有 教會的聚會呢 這些 大家想想 祝大家平安 去做了 有些人 會 有些人 是 有些人